在观看终极笔记这部电视剧的时候 在西王母国的宫殿里面 到处可以看到西周时期的建筑风格 甚至出现很多西王母与周牧王的画像 那么周牧王为何千里迢迢跑到西域 难道是为了寻找美女 恐怕并非如此 而是西王母国拥有一件举世无双的珍宝 一直吸引着周王室 具体情况 请听琪琪为大家一一解说 首先 西王母国给周王室提供蓝田古玉 很多人都听说过西汉的金吕玉衣 其实用玉陪葬的风俗在商朝的时候 甚至更早时期就已经出现 在古代 玉一直作为礼器 沟通天地的桥梁 同时 很多人忽略一点 那就是玉托人性 既可以辨别佩戴支援的人品德行 而且还可以储存阳气 延续生命 甚至可以具有长生的功效 比如汉字的玉字 是王字加 玉典 意思就是佩戴在王者摇间的东西 后来更是出现所谓的玉玺 作为国家平性 可以说 古人早就意识到玉的神奇之处 而更神奇的则是西域地区 西王母国的古玉 那可是来自外太空的巨大陨石 跌落在那里 从而砸出一个巨大的盆地 因此 周穆王想要源源不断得到这些玉石 公王是想用 从而可以一手延年 长生不老 为此 他不远千万里来到西王母国 和西王母交好 传授其冶炼之术 教会其炼丹之法 并以此为交换 希望得到西王母国的玉石 从而实现双方共赢的局面 只可惜后来西王母国败落 中原地区留存的古玉越来越少 以至于很多人无法理解 如何使用这些古玉 曾经有一个合适的人 就得到过一块西王母国的古玉 被称之为和士币 北营正用来制作传国玉石 由此可见 战国末期人们依然知晓 这些玉石的价值 但是已经不知道究竟有何用 其次 尽管这个传说已经消失很久 但是汉武帝十七 很多方是在古人的知言片语中 找到西域西王母国的线索 故而时期的汉武 地中于知晓里面的秘密 为了寻求长生不老之术 他逐渐开始精锐西域 寻找已经失传很久的秘密 那个时候的张家人 就已经开始参与其中 比如有非常著名的张谦 这个人就是张启玲的祖先 而张家人的秘密一直都是这样一代代流传下来 很多人不理解 为什么张谦被封为国王后 其实就是暗含汉武帝的心意 希望他知识广博 不复所望 可以说 中原地区其实很早以前就和西域发生关系 尤其在周末王时期 文化和经济交流已经非常广泛 而到了汉武帝时期更是连成一体 与此同时 西域的浴室也不断被运输到中原地区 只是原先的陨石古域已经不断流失 埋藏在盆地的沙漠之中 而关于那个张家人才知道的秘密 也逐渐失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